接著就到C2了,就問大家解釋為什麼OACD是一個圓內接四邊形 如果我們看圖的話,我們證明圓內接四邊形多數只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對角加碼有180度 第二個就是同工形內的圓周角的譯定理 我們可以首先看看會不會是想用對角加碼有180度 例如我們可能會想用AOD加這個ACD 但你會發現如果我要證明這兩隻加碼有80度其實也挺麻煩的 因為今天你會記得如果我們以前做PASSPAPER最常用的話 就是這兩個都是90度,加碼就最適合,可能DOTPAR等於0就完成了 但今天後面不是的,不是的話就挺麻煩的,你要DOT它的話 所以我們可能會想回第二條路,就是這個同工形內的圓周角的譯定理 就是這個converse of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我們例如捉住這一招,現在還不是相似的 但我們現在想證明這兩個是相同的 我們就要問自己,有什麼辦法可以證明這兩個角是相同的呢? 我們記住做長題目的時候,經常要看剛才的部分 就是這個EA比EO,我們計算過是等於1比2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巧妙,就是為什麼這裡有1比2 原來大家要記住一件事,就是證明相似三角形 最常用的當然就是AA和AA 但還有一個是說兩邊乘比例,甲角相同的 兩邊乘比例,甲角相同的 所以例如我們會考慮一下,我寫在上面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題目比的EC比ED是1比2 但又等於我們剛剛計算過的這個EA比EO 現在你就會看到就是EA比EO是1比2 然後EC比ED是1比2 我們已經有兩對邊乘比例 但還有一個甲角相同,對不對? 那甲角相同就是這個 你會看到就是這個AEC和這個OED 所以就可以寫下 AngleAEC是等於 對不起 是等於AngleOED 所以我們就會有三角形EAC 是跟這個三角形EOD的 OK? 所以我們最後就會證明到這個AngleEAC 是等於AngleEOD的 OK? 那這個你就可以寫下就是這個相設三角形的對應角形 是相同 所以最後就可以寫下就是OACD 是ConsignClick 如果你想寫原因 就會是這個converse of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中文的同學就是這個同公形內的原周角的 逆定理 就是這樣 好 就是 有